哈喽大家好,我是火不了的安达 今天带大家来忘经评价五颗星的居酒屋,虎千代 今儿大晚上出来主要是从广州来的一个朋友 我们很久很久没见,关系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铁 但是这都是次要的,主要今儿不是胡人夺冠了吗 虽然是伪球迷,但是也得出来喝一杯,对吧 喂,喂,到了,上来吧 呦,来了 哥哥,很早啊,这下超过的 从广州来的不是他,这是北京的刘哥 我看一看他们家的菜单 他们家主要是以烤串为主,有非常非常多的种类 我还有一些聚酒屋正常有的凉菜,炸天佛罗 后期牛舌,煮牛舌等等吧 这个是必点的,烤和鲁鲁鱼,评价格最高的就是鹅班寿司 还有这些刺身,看着也不错,后面就是一些主食了 咱俩先碰一下,干杯 牛肉的好喝点吧,这气有点少 双人刺身拼盘,有三文鱼,夹鸡鱼,还有北极贝,应该是钓鱼 快吃,不能让他看着咱们点的这些东西 夹鸡鱼来一口啊 超级好吃,超级赞 它这个键膜一点都不辣,它应该是那种鲜键膜给磨的 不是那种化学的那种东西对准的 这鲦鱼切得也太大了吧 你看一下这个鲦鱼的刺身,这一块也太大了 真不错,超级新鲜,而且特别Q弹 超级,三文鱼刺身超厚浅,超级厚 但是刀儿得把那个鱼的东西 它活慢就是特别厚,特别筋动嘛,对吧 它刷的汁的味道特别淡,你发现了吗 我觉得它可能是想要体现这个圆植圆味吧 但我想要的山椒粉,那个粉加上特别好吃 这叫什么来着,鸡翅饺子,鱼煮鸡翅饺子 鱼子鸡翅饺子,尝尝这个鱼子鸡肉饺子 它把这骨头给剃了,完全没骨头 全肉,然后有鱼翅饺子,没有 啊,宝贝,大哥,你这边肯定有啊 不是,大哥,你这吃这边嘛 确实人家做得不错 脆骨鸡鸡,鸡翅,鸡翅,金葱等等 鸡翅串 我吃串有一个毛病,我永远不会一块一块吃 最少两个鸡翅,必须得是 喂,媳妇 和牛片是吧 好吃 真一般 鸡翅 我怎么觉得他们家是串的味道一般呢 鸟翅骨好吃,那家确实好吃啊 柚子醋鸡皮 不是,这柚子鸡皮也太难吃了 它应该炸一点,或者怎么样 太原汁味了 这柚子鸡皮太难吃了 网上排名第一推荐菜 鹅肝寿司 看看这个鹅肝寿司 好吃 你赶紧尝尝这个 趁热吃 特别特别香 入口即化 米饭和这鹅肝 完美结合 特别好吃 好了,今天就到这吧 我们下期见 Sayao na la 干杯 咱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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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解释